嗨,亲爱的同学们,大家好,甜甜老师又回来了,今天我们学习的什么问题啊,就是学习我们熬书拓展中的最不利思想,有同学想最不利,最不好的情况,我为什么要学最不好的呢,我是个很阳光的人,这个很神奇,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,在这儿甜甜老师还会给大家讲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, 好了,同学们,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,好,那今天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,今天我们主要学三块内容,第一块就是我们要介绍简单的抽屉原理及其他的应用,那什么是抽屉原理呢,别着急,待会再来说啊,第二个,那就是我们的最不利原则,最后一个当然是复杂的抽屉的原理的应用,好了,那第一个呢,同学们,当然我们要 进入到简单的抽屉原理,简单都没学明白,那复杂肯定不会,那到底什么是简单的抽屉原理呢,来,我们先看这么一个事,哎,这个是三只鸽子,两个非常漂亮的笼子,什么问题呢,来,我问个问题啊,我说,我,我说一句话,你看我说的对不对,我说, 这俩笼子里啊,至少有一个笼子里的鸟,不少于两只,我说的对吗,想想这废话,当然是了,那俩笼子三只鸟肯定是这样的啊,好,那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先 列出来看一看,假如说现在有笼子有一二啊,然后呢,我们说它可以怎么飞啊,嗯,它可以往 这个叫第一个笼子,我们可以往第一个笼子里三只都飞进去,是这样的吧,那第二个就是 零只,那还可以怎么飞啊,啊,那当然还可以,哎,比如我这个两个,那这块 一只,是这样的吧,那当然还可以,这是一只,这是两只,哎,那当然还可以,这是零只,这是三只,那符合我 刚才说的那句话吗,我刚才说的什么呢,啊,我刚才原来说这么一句话,我说三个小鸟 做了两个笼子,那么至少有一个笼子里不少于两只鸟,你看看,哪,每一种情况都符合吗,当然,你看,第一种情况,是不是第一个笼子 就不少于两呀,第二个,哎,它就不少于,它就不少于,它就不少于,有个人说,你这太复杂,不需要这么想,那我想问问,如果你,你会怎么想, 等于想这样,我就这个鸟飞这个,这个鸟飞这个,这个鸟发现没办法了,它不管飞到哪个笼子里,哪个是不是都不少于,两只啊,这种想法特别好,那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想法,我们再看看,这么一个,还是,这些什么呀,哎,我们刚才今天讲的是抽屉原理,对吧,等于说,刚才你这个,你鸟笼子,鸟没有抽屉啊,你看,抽屉现在来了,我们熟熟, 几个抽屉啊,二,四,六,八,九个抽屉,记住了,接着呢,就有一框苹果,几个苹果呢,哎,田老师在事先数了一下,一共有十个苹果,你看,四个四个俩,是这样的吧,好了,那我想问个问题,九个抽屉,十个苹果的时候,你能不能仿照着我,说一下刚才那句话呢,哎,刚才我们说,至少这么多抽屉里,会有一个抽屉,是这样的吧, 它不少于两个苹果,嗯,为什么呢,如果按我们刚才的列表法,把所有的情况都列出来,那这题也崩溃了,是不是,还怎么办呢,哎,可以用你们刚才那个好想法,这样,我不是十个苹果吗,我每个里先放一个,哎,你会发现放完了一个呀, 栏子里是不是还剩了一个呀,这一个你发现,不管往哪放,你看,这里不少于俩了吧,往这放,这里不少于俩了吧,往这放,这里不少于俩了吧,我想问个问题,必须这么放吗,当然不是,为什么呀,那你看,刚才我们说,还可以一个龙子里三只鸟,一个龙子里没有鸟呢,对吧,那我们换一种形式, 看看是不是也符合那句话,如果这么放的话,比如说你看,你会发现这些全都是零,是这样的吧,这个是五,那符合至少有一个,哎,抽屉里不少于俩吗,你看,这不就少于俩,这不就少于俩吗,哎呦,听明白了,说听到你说的不对,你说至少有一个抽屉里不少于俩,你看,这个里不就不少于俩吗, 你不是这么多抽屉里只要有一个符合就行吗,想的太棒了,好,那这个就是什么呢,你看抽屉都出现了,当然,这个就是我们的抽屉原理,抽屉原理又叫什么原理呢,又叫鸽巢原理,就是刚才那个嘛,鸽子往笼子里飞,是这样的吧,它还叫一个名字叫迪利克雷,迪利克雷原理,为什么呀,很显然,哎,是这个这么帅气的老头子发现的这个原理,是吧, 所以以后同学们,如果你以后发现什么原理以后,你也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下,哎,挺小火原理,是不是这样的,好了,那我们再看看到底什么是抽屉原理啊,你会发现,刚才不然就是啊,三个鸟,两个笼子,不然就是啊,九个苹果啊,不是,十个苹果,九个抽屉,是这样的吧,都差一个,所以啊,这块我们就可以想到了,哎,原来抽屉原理的一就是这样的, 把多余n个的苹果,任意放到n个抽屉中,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中的物品,不少于两件,为什么呀,你就想,既然多余n个,我每个里都放一个,哎,这时候就有了n个,是这样的吧,那你多余n个,你把多的,不管放到哪儿,是不是哪个里都不少于两了,是这样的吗,好了, 那你朋友说,你这块我觉得写的不精准,应该写的是,将n加一个苹果,任意放到n个抽屉中,那么至少有一个物品,不少于两个,我觉得同学们想的非常好,那n加二难道就不行吗,我们待会通过例题验证一下,好了,那我们要特别关注什么呢,发现一个问题,我们说,苹果呀,不是所有的题, 哎,他都给你描述成苹果,你看刚才鸽子跟龙的那个题,就不是苹果和抽屉,对吧,哎,所以拿到一个题呢,你自己要区分出来,什么是苹果,什么是抽屉,那我们看看他最大的特点,就是苹果原来是比抽屉要多的,所以第一个就是苹果多,抽屉要少,第二个,你发现什么问题呢,就是人家说的是任意放,是这样的吧,就说你怎么放都行,你不管怎么放, 都得满足这个条件,还有第三个,就是你会发现常见的语言,就什么时候会用抽屉原理呢,一定会有这样的常见语言,哎,保证至少有一个,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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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样,好了,有人想说,说到这儿我有点懵,确实是这样的,我跟大家说,今天我们抽屉原理这块,天老师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多有意思的题,我们就通过题目的不同类型,慢慢慢慢的,哎,就拨开云雾啊, 好了,现在赶紧了吧,哎,我们再看看,我们说什么是抽屉原理呢,哎,你发现一个问题,我刚才说,是不是至少有一个笼子里不少于俩样,你就让他每个例都一个,这是什么情况呀,你就不满足我,啊,你就不想让我高兴,那是什么情况呀,哎,这个其实最不利原理的,这个抽屉原理最最重要的,就是我们要,哎,往最不利去想,是这样的吧,你就不这样,最不利这么想, 然后你会发现怎么就最不利了呢,哎,你会发现每个里都放一个,这是不是平均分的时候就有点最不利了,所以我们可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把最不利就想象什么呢,原来是最平均的时候就是最不利的,好了,那赶紧我们看看这道题啊, 我说,田老师说从街上随便抓三个人,哎,这三个人呢,不管怎么抓,他其中必有两个人,都是男孩或者女孩,或者说,必有两个人是同一个性别的,大家觉得田田老师说这个对不对,有人想,你这当然对了,性别就俩是这样吧,男和女,然后三个人,肯定有两个同一性别呀,OK, 但这道题你看,是说明,这种属于证明器,那怎么去证明它呢,嗯,首先我们通过这,这块,就是必有什么什么玩的,我们就知道,哦,原来它是抽屉,是这样的吧,那抽屉应该怎么办呀,哎,您记住,先要找到抽屉和苹果, 那我问几个问题啊,第一个,苹果到底在哪儿,哎,抽屉又在哪儿呢,嗯,好,我们一一读这个话,你就知道,哦,原来苹果是啥呀,啊,原来苹果就是三个人,是这样的吧,那抽屉是啥呀,哎,抽屉就是两个啊,这个性别,男生女生,对吗,嗯,然后接着呢,我们就知道一个事儿,那你看现在有三个苹果,有两个抽屉,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那个苹果多,抽屉, 少的那个抽屉原则呀,所以当然,至少一个抽屉理由,两个苹果,是这样的吧,那我们翻译成这个语言,是不是就是,至少有一种性别理由,放了两个人,那就说,至少有两个人是,同一种性别,就证明完了,就是这个意思,好了,那也都说这太简单了吧,那我们再往后看看,好,接着啊,你会发现,通过这道题,庭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,我们说, 这道题,我想问问,问你一个问题,你是怎么区分出什么是苹果,什么是抽屉的呢,没想到,我一看就知道,我相信你一定不是看,你肯定是有思路的,比如说,我帮你总结一下啊,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个题,首先呢,我们做抽屉原理,一定是二重奏,哪二重奏呢,先奏,一定要先确定苹果和抽屉, 第二步,哎,苹果抽屉一找到,哎,如果它符合抽屉原理,怎么就符合抽屉原理呢,一定是苹果多抽屉少,那一运用原理,就能说出那样的话了,是这样的吧,好了,那现在最最关键的,这两步,你说哪步最关键呀,当然是这一步了,是吗,那有的题,很多题,他都不告诉你,苹果和抽屉,那我们怎么去找呢, 这个技巧非常重要,你看,第一个,你先做翻译员,什么叫先做翻译员呀,你就想,我们最最原始的那个抽屉,就是苹果跟抽屉的故事,说一什么话呀,是这么说的,说至少有一个抽屉,里有两个苹果,那你看看,你能不能把题也翻译成这样,他说,必有两个人是男孩或女孩,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,至少有两个人是同学, 同一种性别,你把它翻译成这句话,那至少有两个人同一种性别,不太是,应该给他翻译成,至少有一个抽屉,里有两个,不少于两个苹果,那就至少有一种性别,不少于两个人,是这样的吧,至少有一种性别,不少于两个人,所以这个时候,那性别,这个前面当然就抽屉了,那后面当然就是苹果了,对吧,你把它转, 画成那个样,就找到抽屉和苹果了,或者说我们就这样也能找得到,这是什么呢,至少有两个人是同一个性别,哎,你把它翻译成这样也可以,至少有两个人是同一个性别,那我们就想想,如果抽屉跟苹果,如果翻译成这样是什么意思呢,就至少有两个苹果,在一个抽屉,是这样的吧, 所以你翻译成这样,就前面就是苹果,后面那自然就是抽屉了,所以你不管这么翻译也可以,这么翻译当然也可以,那有的同学说,这翻译好使吗,我跟大家说,有的题就好使,但有的题啊,哎,比这个翻译更简单,比如说,同学想说,这题我根本不是这么做的,我也没,没说你这话有点绕, 确实抽屉有点绕,那你怎么做的呀,人家说我就记住了一个抽屉的特征,苹果要多,哎,这个抽屉要少,说的非常好,所以这时候你一看,只有两个东西,一个是人,一个是性别,性别是俩,人是仨,那当然,哎,这个多的就是苹果,这么判断,也非常好啊,好了,那通过这道题,我们就大概明白了,哦,原来抽屉是这样的,那我想问问,你能不能自己, 找出这种类似的问题呢,他说的是,至少有两个人是同一个性别,我给你引导一下啊,我说,嗯,我从街上随便抓13个人,我说,至少有两个人在同一个月出生,你能不能证明一下,或者说你先说我说的对,还是不对,哎,特别想明白,当然对,为什么对啊,哎,因为你会发现啊, 这个这个,一月只有12个月,你13个人,是这样的吧,所以人呢,自然就是,啊,苹果啊,这个月就是抽屉,或者你翻译一下,我说,至少有两个人在同一个月出生,你看,至少有两个人在同一个月出生,那你看,人就是苹果啊,哎,后面的就是抽屉,或者你翻译成这种,至少有,哎,一个月,不少于两个人,那你看,还是一样,抽屉和苹果,是这样的吧,哎, 这个,我们在后面一定会熟练的去应用,所以这个时候,一看,符合抽屉,那就可以应用它,说,那,那个,应用它什么呢,哎,那肯定就是,至少有一个抽屉的,有两个苹果呗,那当然,至少有,一个月中有两个人就证明了,对不对,啊,那你再想想,还有没有类似的,哎,特别想到了,说,还有什么, 说,我还是随便抓13个人,我说,我能保证,哎,至少是有两个人是同一个,属相的,为什么呀,要属相12个,你13个人嘛,对不对,那当然也能应用这个抽屉原理,好了,那,我们还能怎么着呀,还能有什么问题呢,哎,同学想说,好像这个日期也可以吧,生日也可以吧,哎,那我们赶紧看一个巩固练习,这么一个题, 我给提念完,同学们先自己视频整理一下,自己做一做,好不好